你不会真的以为 淡宅岛中的新飞行载具 只有两种吧 快看 第一种新飞行载具 是一把绿色宝剑 淡宅驾驶 它能预见飞行 第二种新飞行载具 是一艘飞体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宅岛中的新飞行载具 只有两种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宅岛中 还隐藏着第三种新飞行载具 是一条金色巨龙 并且 不需要淡臂解锁就能完 你们难道不好奇 淡宅岛被隐藏的第三种 金色巨龙飞行载具 它究竟成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淡宅岛中的第一种 新飞行载具绿色宝剑 它的位置 在红色摩天轮的右下角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 也玩过绿色宝剑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淡宅岛中的第二种 新飞行载具飞体 它的位置 在红色摩天轮的左侧 并且 它是唯一一个 拥有专职驾驶员的飞行载具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新版本淡宅岛中 隐藏的第三种 新飞行载具 金色巨龙 它究竟成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宅岛 发现了第三种 飞行载具金色巨龙 它可以带着三只玩家淡宅 在天空中遨游 非常好玩 所以说 新版本淡宅岛中 其实新的飞行载具 并不是只有一把绿色的宝剑 和一艘飞艇 其实官方 还在淡宅岛 隐藏了一只金色巨龙飞行载具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